一个青花的大瓶 50公分高 口径有19.8公分 口径 这种瓶 叫它应该都是属于观音尊的 这是乾隆的 乾隆中晚期的 就叫它这个有个宝塔 一般是从康熙就开始有 去到乾隆 乾隆以后 乾隆都好像都没有 所以从各方面来 去判断 它是应该一个乾隆时代的作品 虽然它的 青花 各方面没有那么严厉 但是它有变化 有多层次 宝塔正和妖 鱼桥更堵 有鱼肤 它这个水有粗有细 有细的方面 有粗的方面 有些学者就认为了 这些水呢 就是刀光以后了 其实不是 你看 乾隆就还有 它有分水粗的 也有细的 粗和细 长角在一起 你看这个柳树 这柳树都是 拥前时代就有了 这水都是有细的 有细的部分 一条条线的部分 也有浑水 分水 淡淡的 一片的部分 虞桥更堵的 一个大瓶 很重 有些宝塔 它是画在这个脖子上的 那个宝塔 有些就是画在这个 画在这个 主题 所以它这个 择宝塔 有时就画在 主题画面上 有时就是在 上面这个宝纸上 就这样 这个柳树 王子 山水人物 就是这个鱼桥 鱼桥更堵 所以鱼桥更堵 鸿布齐天 火烧红很明显 看看底 这个底是14公分 火烧红很明显 火烧红 很稠 那个底 火烧红很明显 火烧红 这连半 倒数一连半 加上它是一个通景 天龙中级 比较保险一点 焖红很明显 感谢观看